4月16号下午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江承熙 接受中外媒体记者采访 讲述他从外国人外交官的角度 看到的武汉抗疫情况 江承熙表示 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管控措施 且人民有效呼应政府政策 对战胜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承熙坦言 疫情爆发后 中国人都非常遵守政府下达的每一项决策 且非常注意个人卫生 这是韩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想象的要来得快 并且要来得猛一点 但是每一个人都很积极地 就是在注意自己的这个个人卫生 包括中国政府这一块 他下的一些决策 这个市民们都很好的遵守 这一点是韩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 我们也应该就是向武汉 中国人民和湖北省的人民 武汉市的人民多加学习的地方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领区 包括湖北 湖南 河南 江西四省 江承熙称 希望今后加强文化 公共外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四个省政间和韩国的交流当中 我们理当更强化 这个经济 贸易 投资 等比较实际的交流的项目 除此以外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文化领域方面的交流 还包括公共外交领域的交流 江承熙表示 今年是韩中两国建交28周年 是湖北省与韩国中心北道 地结友好城市6周年 是武汉市与韩国青州市 结为友好城市20周年 也是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成立10周年 可谓是意义深远的一年 江承熙于2月20号 逆行武汉旅行 并带来韩国地方政府 企业以及民间组织捐赠的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所需的救援医疗物资 他也是湖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首位新上任的外交官 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两国是共同 虽然说时机有前后的差别 但是是共同面临了困难 在此期间 两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体现了非常的友谊 并且也体现了相互体谅的美德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